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行方正有行 守候不拙 不拙就是不污拙 这个代表本人做事呢 踏实坦诚 有一定的福相 四指缝隙的钱端有漏 三十岁之前运势不佳 或者是难存着钱 中指跟无名指没有缝隙 中指跟无名指没有缝隙的话 那么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婚后夫妻是比较和谐恩爱 这是一个 我们看这个事业线比较纤细 而且清晰平上 非常长得平直往上走 钱财相对稳定或者是内住之相 就是有闲内住帮助你 实际上运主从三十二三十五岁以后 财运颇风 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智慧线跟生命线呢 初始阶段呈现绳索状 这个头端呢有两个小导文 代表呢从小体质不好 容易出现一些小病 小灾小病 那么智慧线明堂位置处呢 出现一个导子纹路 导子纹路 这个导子纹路分叉往这个下延伸 也是一种疾病的征兆 这个大部分的可能是有一些心机方面的问题 因为脑呢 心脑跟心脑是相通的 这个脑线头脑线智慧线跟心脑有关 那么这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心脑方面的疾病 这是导文带来的智慧线的大导文 感激线清晰伸长 腹肌感激稳定 感激线在小指上端 缝隙处出现断裂又相连 代表三十到三十二岁左右 腹肌之间分歧比较大 之后呢腹肌感情相对来说都是不错的 就是从这个感激线的形态来讲 就是除了这个三十到三十二岁这个阶段 其他的地方呢都不错 这还是结婚线的 结婚线有两条长短不一 并且相当相对 长短差不多一致 平衡相对平衡 夫妻之间感情走势相对稳定 而且呢 这个更宫稍突的话 子女闻呢比较明显 这个是容易这个忘子 忘子 就是容易生儿子的感觉 说想当中啊 如果是中指 掌 中指 以及掌 肉质 以及纹理 都要配合的得当 特别是中指 包括你的掌内的一些纹理肉质 以掌形八卦为主 那么中指为君 纹理呢为腹 为臣 也就是说 他这个八卦当中的这个宫位啊 秋体啊 这个位置 饱满的这个位置啊 都是为君 里面的包裹进去的这个纹理呢 是为臣 为腹 这个掌形八卦者 八卦集者啊 既是纹理稍差 也有所成 但是纹理比较好 但是掌形八卦弱的话 一生难有成就 也就是说 说白了一句话 这个宫 这个八卦的这个秋体啊 这个位置啊 旁边这个 离宫啊 训宫啊 昆宫 这个位置比纹理还要重要 就这个意思 好了 有关这个首要的内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后玄机啊 如果这个昆宫 可以看一下片头编尾 或者关注私信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